今天呢发生 应该说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大陆的一个朋友 算是我的忘年交吧 他给我打电话 这样就跟我说了 他可能一次中奖了 就中标了 然后呢他哭了 让我非常的揪心 他这样的担心的话 我觉得有不无道理 所以说我这一整晚我都没睡好觉 那我把这事情跟大家就聊一聊 分享一下吧 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今天呢比较早 现在是下午的时间 所以说我就不放我们这个吃饭的影片了 今天的话想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能看出来我今天比较憔悴 感觉说这个面容上比较憔悴 我昨天一整晚失眠 我到今天早上五点多才睡着觉 才睡着天亮了 我一看那个就是窗户都有这个亮光散出来了 我说哎呦这可能五点多了 我才小眯了一下 然后又去遛遛小Q什么的 我这个朋友的话 昨天我是在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 接到他的一个视讯电话 就是这个微信上面 接到他的电话 那他就跟我聊 他说实话 他是我以前认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朋友 五十多岁了 算是我的忘年交 比我年长一些 五十多岁的朋友 他 他这个 喝点水 哦来说这个吧 先说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的话呢 他说Ashora这个活磁能量杯 我上次的话呢就有分享说我用这个杯子 很多年前还买过一个钱唐轩的杯子 送给我大陆的朋友 送给我一个德高帮众的一个朋友 我记得钱唐轩 我一开始都不知道这是钱唐轩说实话 我记得钱唐轩的杯子的话都是很华丽的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买了一个杯子 我记得不便宜 三千块钱左右 哇那时候真的是咬咬牙买的 送了朋友 三千块你想想看 我买那个时候的话 我记得汇率是大概五六七百块 我妈呀好贵 那时候觉得 然后呢就是还是买了这个杯子 还是买了这个杯子 因为什么 他这个是活磁的 他这个里面的话是有负离子跟这个远红外线 我当时听那个小姐我记得很清楚 他是可以改变水的这个分子结构的 喝起来更好喝 我为什么我们家现在有这个杯子 你在市面上现在可能还看不到这个款式 为什么我家有 是因为他是我先生 就是这个公司的有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负责人 然后就是我先生的朋友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杯子给我先生 说让我先生帮忙测试一下 就给他一个反馈 那我们的话就是 我先生拿给我 我是出于好奇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就试了像这个白香果 白香果汁的话喝起来确实没有那么酸 我还试过咖啡 咖啡喝起来的话 就感觉我就试着黑咖啡 他没有那么苦 没有那么苦了 因为我都是同一个杯子 我用完之后的话 我会倒到一个这个活磁能量杯里面 然后呢我再放在一个普通的马克杯里面 然后我来尝 同一起泡的 这个是他们公司教给我先生的方法 这样来测试 然后再来的话 最厉害的是我跟你讲 红酒 我用红酒试过哟 红酒的话呢就是 因为我觉得用红酒用这个杯子好像是还没有那么有feel 我还把它过完这个杯子之后 我还倒到那个高脚杯里面 我再觉得是一样有差 我明明买的是好市多 那个黑牌的那个就是 不是最便宜那个酒了吗 一百多块吧 大家都说那个酒好喝 是不是 我记得我买的是那个酒 然后呢喝起来真的口感 就跟你没有过过这个杯子的口感 完全不同 非常的柔顺了 简直就提升了价格 我还跟我老公开玩笑呢 我说以后我们就买的最便宜的红酒了 然后用这个杯子来过一下 然后再倒到这个高脚杯里来喝 我说原来是一百多的 马上能变一千多的口感 这样开个玩笑 但确实口感就喝起来更柔顺了 那我本身是一个不爱喝水的人 我老公说把这个杯子要送给我了 因为用这个杯子喝水的话 口感喝起来 嗯怎么讲 比较软的感觉 口感是比较软的感觉 所以我个人是喜欢的 那阿丹的粉丝对阿丹这么好 丹粉们这么宠阿丹 阿丹也绝对要宠大家 然后呢阿丹就联系到我先生这个朋友 我就拜托他 说实话就拜托他 然后就跟他讲说 我可不可以帮大家有一个什么方式 找一个福利回给我的粉丝朋友们 我说有人敲碗你们这个杯子 然后我先生这个朋友一开始 还有点为难 因为这个杯子并没有 就是大量的上市这样 然后呢他们是说 他们近期会在这个 泽泽平台上有一个募资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他们会在那边做活动 那阿丹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给大家谋福利 但是你放心 阿丹给大家谈到的福利 绝对是丹粉才有的福利 跟他们在泽泽这个募资平台上面的价格 绝对是有差别的 阿丹的价格绝对是最低的 阿丹可以这样讲 全台湾现在能买到这个杯子的 阿丹的价格是最低的 然后呢 我还特别好 就是他这个朋友挺好 挺有趣的 我们已经把这个包装扔掉了 因为他不是给我老公试用吗 我们就是那天就是清新纸盒什么的 我们就扔掉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那我跟那个网友朋友们展示的话 我说盒子我扔掉了 他说那我再寄给你一个 我以为他单单寄给我一个盒子 你知道吗 不寄给我一个盒子 这是包装 看起来送人也很不错 很漂亮 然后呢 我打开一看 他这边的话 你看这边也有印 他就是千堂轩 千堂轩的 然后我打开一看呢 他里面又给我多送了一个 然后呢 他有讲说这个杯子是给阿丹的 送给阿丹的 谢谢你 谢谢我老公这位朋友 这个是我叫他李大哥 谢谢李大哥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他其中的另外一个颜色了 那他们一共有三个颜色 还有一个是马卡龙粉色 那粉色的话 这大哥没送给我 我送给我的蓝色 这个我觉得很漂亮 天空蓝 然后那个叫 这个叫 什么 云朵白 好像这样 反正一共就三个颜色 这个是米白色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只 这是阿丹专属的了 这个还给我老公 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阿丹把这个链接已经给大家放到这个 说明栏吧 以及置顶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区 阿丹特意强调 不爱喝水的朋友 这个杯子你可以入试试看 绝对会让你爱上喝水 因为阿丹本身是不爱喝水的人 这两天的话 确实发现喝水的频率有加高了 因为我老公发现的 说你喜欢这个杯子 我说还不错 然后我把链接放在那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了解 看看 阿丹给大家的价格 再说一次 帮大家找的这个价格 绝对是比他们的早鸟价格还要便宜的 好了就说到这了 还有赠品 还有赠品 好那我就说我这个朋友的事情吧 我昨天的话呢 就是接到他电话下午的时候 他在地铁站 我们一开始就是闲聊几句 他有问我说 我之前确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跟他讲过说确诊 但是我没有仔细 太仔细去聊这件事情 我就说过 我们家五月份的时候 不是全家都确诊了吗 然后他就是打过来问我说的 这闲聊一样 东绕绕西绕绕 后来就问我说的 那你们确诊的话 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当时 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啊 现在几个月过去了 那我一样就是说的 我说 我们家当时的话 就是每个人都发烧了一天 然后的话呢 喉咙的话呢 稍有不适 都谈不上是痛 我老公的话可能算是痛 我连痛都不是 稍微像喉咙像肝一样 我有咳嗽 我这样跟他讲 但是大概所有我们家 那我女儿最快 我女儿只发烧一天 其他症状都没有 那我跟我先生的话呢 就是大概在四五天的时候 所有症状全部都没有了 然后就等于说健康了 那我有跟他讲 我说那个时候台湾的话是 要在家里隔离十天 所以我们就是乖乖 在家里十天之后才出门的 我就跟他闲聊 然后他就非常关心我 一个后遗症的问题 就问我说 你几个月过去了 现在有没有感觉什么后遗症 我说后遗症的话 我是看到有一些网友朋友说 可能会喘啊 会什么的啊 我说但是通过这个康复训练什么的 好像都有改善 但是我们家这三个人 没有感受到什么后遗症 说实话 我们家三个人的话 是没有什么后遗症的 所以说 我说 有人说会有脑雾 我说我这记性 我说你也知道 本身也不太好 我说也不能怪人家脑雾 不能怪人家后遗症 所以说我就把我们家 这三个人的这个状况 跟他聊了 我一开始还没多想 说说说 他就苦了 我就纳闷了 我想说哭啥呀 我这个姐姐哈 其实她算 干扣郎 就是辛苦的人 因为她 五十多岁 现在是离异的状况 然后她自己带小孩 小孩也大了 反正 小孩二十来岁了 马上大学毕业 要上 要工作了 她这么一哭吧 说实话 我就有点慌了 我说咋了 我是姐 我是怎么的了 后来她才跟我说 她说她今天 感觉她有症状 她可能是确诊了 她也不敢讲 她赶快就在公司请了假 她也没说 她是因为 这个发烧 这个喉咙不舒服 她说她都没敢讲 她就跟那个公司请假 说她有家里有事情 她现在就已经下班了 她说她现在 就是要去这个测核钻 因为她 她所在的城市 我不说是哪里 不想给她找麻烦 然后呢 她就说 我去 因为她们还是 她是两天还几天 昨天跟我讲 她一哭我就慌了 然后呢 就是 你想想看 挺大个人了 五十多岁 在路上就能哭出来 心理压力得多大 然后呢 我就一直跟她讲 我说这个疾病 我说你不用太担心 就算确诊的话 我说问题不大 现在多数都是情症 我说你别看 你有发烧 你有喉咙不舒服 这样 然后呢 她就是哭 她最后说出来的原因 我想说大家 可能应该想得到 她说她不单单 是担心这个病毒的问题 她也要担心 后遗症的问题 她最担心的是 她会不会把她 就是离到什么地方去 会不会影响 她的工作 因为她也现在 在这个安排 这个就是 她算是快退休的 这样的一个年龄 她说会不会就是 公司突然间 就不要她了 因为种种原因呢 影响到她退休金呢 等等的 她说她越想 压力越大 因为她就是 她说她 没有先生 这样的一个支撑 对不对 她自己担任 就一个人 她说后续的话 他们家小孩子 结婚什么之类的 她说她不可能 就是没有退休金 什么的 她就说了很多 当时说完 就给我说纠心了 咱俩拿着电话 跟她哭 我说姐 我说我这个 我确诊呢 都没有这么大心理压力 真的 我确诊 我都没怕 我们家知道 是我朋友确诊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 说丹丹 那个你别害怕 这个我确诊了 你要不要去检测一下 我说我都没害怕 我们三个人 那个时候 都是买那个 外带的那个什么 便当什么的 回来 外带餐点 我说我们还是 吃了饭之后 去检测的 我说我们家 没有人一个人害怕 我说姐 今天你在这跟我说 我说我太揪心了 因为我一想 她说这些顾虑 她说她接下来 不知道要被带去哪里 如果说确诊的话 然后呢 她这个还有一点担心说 病毒的事 她并没有说 特别特别担心 因为她一直问我 我有跟她讲 我说台湾的话 多数都是这个轻症 甚至是都没有症状的 什么的 我说你看大陆 不也是一爆出来 就都是这种 无症状的吗 我说不也很多 都是没有症状 对不对 然后呢 她就系列压力很大 她说那一旦 她要是被隔离的话 被这些邻居 什么的怎么看 会影响到别人 然后再来的话呢 她就是 我这个姐姐 也是属于那种 心思比较重的人 真的 想很多 然后呢 她又跟我说 什么后面的话 要担心说 这个公司会怎么对待她 接下来退休的话 会不会有影响 甚至她女儿 什么什么以后 什么谈恋爱呀 什么 哎呦我的妈呀 说很多 我的天哪 这个姐姐我跟你说 她说完之后吧 我就一直安慰她 她说好了 那我不跟你说了 她说我得去那个 策合算了 她说她也不讲 她也不敢说 她有这些症状 什么 她说她先去测 因为他们还是在用 这个什么健康码嘛 她本来就是 她跟我说是几天一测 我忘了 反正她们本来也得测 就是说 她就说 她就按正常程序 她去测核酸 她说如果说确诊的话 什么的 她说她就再看 只能这样走一步 看一步了 哎呀 她就跟我整理好情绪 我们两个大概聊了 快一个小时 她整理好情绪 她说她要去测核酸了 我这昨天一宿 我跟你讲 不夸张 今天到天亮了 我都没睡觉觉 我就一直在想她的话 说实话 我想想 我也流泪了 就是 人到这个年龄 五十多岁了 还因为这样的事情 如此的揪心 真的是 我在对比我 我只能说 阿丹就是活在当下 珍惜当下 就是 珍惜眼前 我只能说这样 就是说 你说跟我反差有多大 我们家特别平静 吃完了便当 去做核酸 当时那一幕幕 就会回响在我眼前 我昨天晚上那一宿 我想了很多 你看我的大黑眼圈 真的一宿没睡觉 然后我刚才的话呢 就是 早上溜完小Q回来之后 我睡着觉了 睡了 白天刚才睡觉了 我就是 醒了之后的话 刚才我给那姐姐打电话 她没接 好 现在还没接 那我就 这样好了 因为我还没有个答案嘛 对不对 没有答案 那我就等着说 这个姐姐我联系她 联系上以后 我再告诉大家 再跟大家讲 看是说评论区还怎么样 我再跟大家讲 说这个姐姐 后续到底是怎么样了 我相信说台湾人 一定也很关心 尤其是我的朋友 对不对 爱无极无 所以说我再跟大家反馈 那就先聊到这吧 对了 这个杯子 阿修拉 活词能量杯 前唐轩 她中文名字是前唐轩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把链接放在我的这个说明栏 大家可以点进去参考看看 好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了 喜欢阿当影片的朋友 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